秋天啦 雖然天氣遲遲都未肯涼 秋冬的衣服穿不到 但是化妝是不用等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Meliss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簡單的入秋妝容 希望你們覺得容易上手之餘又會喜歡 底妝方面 我這次幾乎全部都用上Yipsa的產品 Base我先用了藍色的Control Base 在我平時會做Highlighter的位置 粉底之前就已經先打亮薄薄的塗一層 粉底方面我用上他們的Liquid Foundation 我的皮膚狀態始終都未很好 這款Liquid Foundation 質地透薄之餘遮瑕度又夠高 我真的很喜歡用它 上粉底的時候 我始終都是比較喜歡先用手上 TapTapTap的加強它的遮瑕度 拿手推開它之後 拿一個實正的粉底掃 輕輕推開它就可以了 遮瑕膏我就用了 推出了新色的Creative Concealer X 一次過搞定我的眼圈 和臉上的瑕疵 厲害了 由於我覺得它這款磁石透光粉餅的keep妝度實在太好了 平時喜歡拿出街補妝之餘 我更加會在上碎粉之前 拿一點點on top 在遮瑕疵的位置上做一點定妝 之後再全面上碎粉 底妝完成 今次的眼妝呢 我就選用了全部都是雅色的大地色系 先用一個較淺的啡色在眼窩的位置 眼皮的位置 和臥蠶的位置 輕輕地上一層 勾回眼部的輪廓 然後呢 我們再用一個珠膚鳥色的深啡色 用來做一個眼線 由於它是一個很軟的眼線 所以這個眼線延長多一點也無所謂的 就算怎樣也好 都要大眼的嘛 所以呢 都會用這個啡色的眼影 輕輕做一個下眼線 在眼珠底下的位置 和眼角的位置 加深的顏色 不要小看這兩下 效果很明顯的 順便 由眉毛底的位置開始出發 勾回眼窩連鼻影 這個方法 看上去很有效果之餘 很自然的 由於整個妝的顏色都比較偏淡 所以眼線和睫毛呢 我都選了黑色的 不過記得啦 我們只要在畫眼線的時候 填滿了內眼線和睫毛 與睫毛中間的空位 尾部延長一點 勾畫一條 又自然又有精神的眼線 就可以了 畫完眼線之後呢 我會再拿回 剛才用過深啡色的眼影 沿著整條眼線on top再加多一層 為什麼要分開兩次組 因為這個做法呢 是會令到眼妝更加深水 和有層次感的 睫毛液方面呢 我也是用Dolly Wink Volium的黑色 這款睫毛液呢 暫時是我用過 我覺得最自然 但是塗上去呢 又有一個好像黏了一副 很自然的假眼睫毛效果的睫毛液 在眉的部分 由於今次我覺得 這個妝的用色上面呢 帶一點歐美的風格 所以在眉型上面呢 我會比較靈覺分明一點的 然後我會用上Benefit的 Bronzer & Blush Pilot 有買到這個Pilot的朋友 應該都知道 它簡直好像一次部 滿足了那麼多的願望 所有最受歡迎最美的顏色都在裡面 真的很棒啊 我先用上Hoola這個顏色 用來做面兩邊的陰影 如果有朋友跟我一樣 有面長座的煩惱呢 可以像我一樣 在額頭接近髮線的位置 都加一點點陰影 之後我會再在下唇對落 與下巴中間的位置 加上一點點陰影 因為我想配合一下 等等我們的唇妝 而胭脂呢 我們用上Coralista 這隻淡淡的珊瑚橙色 輕輕上一點點就可以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遺疑 戴乳和啡通的唇色 在歐美已經流行了一段時間 這次我選了 At The House 這隻雪房質地的唇膏 帶一點蜜蜜之餘 也不會太乾 而且喜歡它是Nude色之餘 不會太淺色 對於皮膚不是很白的我 真的很重要的 塗完之後拿紙巾 細細力印一印走油份 再on top 塗多一次 加重唇色的飽和度 最後拿遮瑕膏 收拾唇邊的瑕疵就可以了 配合這個0.51%歐美風的妝容 讓我先夾頭髮 有沒有發現這個妝容 無論你想小女人 小性感 還是扎起頭髮 做一個爽朗的風格 都這樣適合呢 自然得來有不失風格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 拜拜